科技发展神速 无线WiFi网络已经去到WiFi式新标准 技术的进步带动企业更依赖无线网络 支持日常营运 当越来越多人使用无线网络 有多密联网兴起 对企业来说 要提供一个安全而有效率的WiFi网络 就成为相当大的挑战 其实WiFi网络到现在这个时代 可以说是企业和商业营运的命运 很多时候商业用的交易平台 甚至乎办公室使用的日常工作 都需要用到WiFi 现在很多员工都会用mobile device 例如notebook 平板电脑 甚至智能电话工作 亦有些视像会议和很多IoT device 导致使用率不断增加 问题来吧 如果突然这一刻上不了网 IT人就会收到很多投诉 其实很多时候 IT人就不可以即时收复问题 以及即时知道问题的根源所在 因为WiFi有问题 其实可以有千万个原因 其实根据以往的技术 根本不可能即时知道问题的根源 从而收复 所以新一代的WiFi 我建议是要加入更多的AI元素 要更加简单 和可以同时覆盖有线 和无线网络管理的平台 从而建立一个稳定性更高 安全性更高 亦都更加智能的WiFi网络 亦都更加智能的WiFi网络 传统的无线网络方案 其实非常质重在管理网络的设备 但其实即使用户可以成功连接WiFi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保证 它无线的连线质素是优质的 MISS Systems 希望真正改善无线用户的使用体验 要知识用户的连线体验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MISS人工智能平台 透过无线的AP 收集超过150种不同的用户连线状态 而机器学习技术 计算出一系列的用户体验 作为关键的服务指标 包括的是连线的时间 成功的连接率 慢游 频宽 覆盖率 容量 和AP上线时间等等 同时 我们亦都可以自我定义 期望的分数 如果服务水平 不能达标的时间 系统亦都会自动向管理员发出提示 AI的人工智能平台 亦都会协助调查和分析网络的问题 只需要一下的案件 系统就会根据发生的问题 列出根本原因的分类 我们亦都可以深入地去看个问题 是不是在特定的时段发生 平台背后 也都利用了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算法 去为不同的事件做关联性的学习 目的就是为了针对跨用户的群组 设备的类型 操作的系统等等 去发现异常度的趋势 而帮助我们去确定哪个区域 需要立即关注 当系统侦测到某个用户 或者装置 发生异常问题 MIS的平台会触发Dynamic Packet Capture 将封包传取 以便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折散现场需要排错的时间 除了以上的功能 Guniper MIS Systems 更加研发了行业第一个 AI驱动的虚拟网络管理助手 Mathus 帮助我们简化日常故障排错需要的程序 现在我们只需要和Mathus 直接对话发问 Mathus就可以帮我们提供 无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MIS Systems 专为智能装置 流动设备而设计 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解决 现在的网络挑战 也能够应付未来的需求 就是唯一 YARWO 蜜蜜 任雇 離职 nursing 找 工 收 工 団 搔 我们 布菽 bowling